来自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馆长 在这天集聚一堂 共同拿起各式标语贴在看板上 象征今年度的全国好书交换活动正式开跑 全国好书交换活动 在我们国中图主办之下 已经进入第九年了 那是结合全国的公共图书馆 大家一起同步在同一天 来办理这个好书交换的活动 那么今年我们全国好书交换的 这一个活动定在今年的7月14号 那目前截止的 已经有超过405所的公共图书馆 来响应来参与支持的 全国好书交换日的活动 连续举办第九年的全国好书交换活动 在国立台中图书馆的号召之下 总计将有全国405所公共图书馆同步响应 民众从即日起到7月13号这段时间 可以把家中看过的书 捐给所在地的图书馆 等到7月14号那天 就可以免费换取别人所捐赠的书 不仅省下买书的钱 也让每本好书都赋予新的生命 旧家里面已经看过了 觉得非常不错了 想要再跟别人分享的书 可以整理一下了 然后就可以带到 这些旧近的公共图书馆去 那有参与这些全国好书交换活动的图书馆 它会收书 然后会提供一张换书卡 比如说我拿了诗本来 那同样的 到了7月14号那一天 你也可以到 回到原来的那个公共图书馆里面去 换回诗本书 用这种方式 让这一个好书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做分享 虽然活动目的是希望让每本书都可以找到新的主人 重复再使用 但像是学校教科书 宗教经典 或者是过期的杂志和宣传证书 这些并不适合用来交换 想要参与的民众可得把握时间 才能和大家分享知识的喜悦 记者红加红 台中查不到